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11月30日公布 将于12月1日推出非接触式自主出入境检查服务 及非触式易道服务 为市民带来更快捷、方便及卫生的出入境检查服务 按计划 非触式易道服务会率先在香港国际机场 港珠澳大桥及深圳湾管制站使用 符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使用有生物特征认证技术的智能电话 下载入境处非触式易道流动应用程序进行登记 登记后 市民可通过该程序产生加密二维码进入易道 及自助出入境通道 再配合容貌识别技术和实身份自助办理出入境检查手续 过程中无需接触易道的任何共享设备 整个过程是会更加快捷的 比起现在我们传统的医道是会更加快 所以我刚才讲了有三个元素了 这个新的非触式医道就是会更加方便 大家不需要拿你们的身份证出来 第二就会更加快捷 第三就是会更加卫生的 根据规定 年满11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都符合资格登记使用非触式易道服务 其中 11至17岁的香港居民 需在父母或合法监护人的同意下进行登记 此外 市民仍然可以选择继续使用 指纹识别技术的自助过关服务 或在传统归位办理出入境检查手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